嗨各位好我是LinnaG 那么这是一期关于做鞋子的视频 你有没有想过只需要简单的两步就能在家里 既方便又便宜的做出一双鞋子呢 在未来我相信一定是可以的 不过现在我要用现有的技术和材料做出这一双鞋子 至于这双鞋到底能不能掉打印线品牌 接着往下看你就知道了 首先进行简单的建模工作 众所周知鞋子是由鞋底和鞋面组成 经过我对人脚专业细致的分析 首先做出了这样一块符合人体工学的鞋底 然后再根据这块鞋底做出了相应的鞋面 进行到这里建模工作就算是成功的卡在这了 为什么呢 我想让这双鞋子独一无二 并且融入一些我们中国的元素 于是我在家里看了很多相关书籍 脑子里有了很多骚想法 但是却不知道如何表达出来 于是我就出去旅行了几天 终于我来到了敦煌 站在这古老的佛像前 我向佛祖许愿 给我设计这双鞋子的灵感 佛说不行 我又向佛祖许愿 撮合一下我与同行妹子的姻缘 佛哭了 说我还是给你设计灵感吧 于是我当场就误到了这双鞋 它应该怎么做 回家之后 很快啊 我就把这双鞋的模型给做出来了 这双鞋我准备给它起名为云 因为它通体雪白 浑身上下都充满了云这个元素 在鞋面进行了一些简单的镂空 这样就使它成为了一双属于夏天的鞋子 鞋底的内部做出了这样的一些结构 也是使它变得轻便而且富有弹性 接下来就把它变成现实 然后开始简单的打印和拼装工作 这次3D打印使用了Resi1的F39 它是一款柔软的类橡胶型的树脂 所以很适合我们这次用来做鞋子 所使用的打印机是Anycubic的Mono X 但很遗憾的是 这款机器最高只能打印25公分 而我的这双鞋子设计出来有30公分长 所以我就把它拆成了4个部分来打印 最后再把所有的零件拼起来 打印一个这样大小的零件大概需要4-5个小时 所以8个零件合起来一共需要大概40多个小时 也就是接近两天的时间 做一双鞋会有这些好的零件打印出来 当然也会产生一些有瑕疵的零件 所以整个过程我大概使用了4平1000克的树脂 折合人民币2000块钱 刚打印出来的产品上面附着着很多树脂 所以我们需要用酒精对它进行清洗 这次我也购入了一台Anycubic的大型清洗机 使用它我就能很方便地将这些巨大的零件清洗干净 晾干之后呢 还可以使用它直接进行固化操作 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小心翼翼地处理掉零件上面的支撑 啊这个材料确实好软 最后再把所有的零件用胶水拼起来 不过这样做出来会有很大的拼贴痕迹 所以我决定我要去买一台更大的机器 来支持我做一体化的鞋子 所以我就希望各位能稍微投一投币点一点赞 不然我的成本就完完全全收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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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